2 1 结婚是人生重要里程碑 为了支持国人结婚 政府几乎年年举办集团结婚 然而随着近年来结婚数据下降 以及疫情冲击 这样的结婚大场面 越来越难得一见 根据内政部公布资料 近10年的结婚数据连连下滑 2011年是近10年来最高数据 有16万5千3百里股队结婚 之后就连年下滑 2021年因新冠疫情冲击 来到最低点只剩下11万4千396对 少了5万对新人 在2022年疫情过去 也只是稍有回升 来到12万7千5百343对 台湾是东亚婚纱业重症 产值曾经高达100亿 拥有一千家婚纱店 是台湾在科技业之外 可以称霸世界的服务业 往年拍婚纱照 几乎是九成结婚新人 都要有的重要仪式感 然而随着近年来 结婚对数的下降 以及消费行为改变 首当其冲看到变化的 就是婚纱业者 下降是一定有 因为小指化 所以一定是有的 你看我们这里 做了三十几年了 这样子产业的变化差很多 真的现在越来越不好做 台湾结婚率下降 第一线业者最能直接感受 不只是结婚的新人减少 像这样早婚的新人 也越来越少 物质上不能因为结婚 然后有差别 遇到对的对象 你就跟他一起生活就好了 那跟要结婚这件事 目的跟手段还是没有较大 其实我们这一代 很多的朋友同学 他们也是晚婚 或者是选择不婚 我觉得是受到整个世界的思潮影响 因为觉得一个人很自在 看重自己 爱自己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他们能够做婚姻里面 可以做的事情 包括性行为 包括同居 既然我不要结婚 就可以做有婚姻的情况 那么我何必要进入婚姻 被一个所谓的婚姻的契约所约束呢 现在年轻的一代 对婚姻不太期待 甚至连谈恋爱也可有可无 其实影响力非常重大 就是觉得这个是一个老一代的那种看法 婚姻统计上 有所谓25到34岁的黄金结婚年龄 但是国内在这个区段 男性有76% 女性有65% 仍是未婚 2023年国内男性初婚年龄 平均高达33.1岁 女性为32岁 但女性平均生育第一胎的年龄 却仅有31.5岁 已经比第一次结婚更早 可是当真正进入婚姻之后 有偶妇女的总生育率 是全体女性平均总生育率的两倍 显然进入婚姻之后 生育的意愿会显著增加 台湾社会在结婚率降低 加上初婚年龄 也大幅往后的双重因素夹击之下 更加重了台湾少子女化的问题 有一种误解 就是我们常常会想要把爱情 建立在我们的那个 婚姻的基础上面 可是其实这两者是相违背的 因为爱情是不稳定的嘛 媒体常常是大量的报导 那些离婚或是外遇等等的 让我们觉得婚姻不稳固的这些新闻 可是对于正向的婚姻 却很少有人报导 以至于让大家认为是婚姻 是负面的那种形象 升职在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里面 我们访到一对年轻夫妻 他们交往四个月后 就被长辈催婚 女方当时才22岁 根本还没有心理预备 对 我妈比较急 我妈的性质比较急 但我妈也期待就是保护我们 因为我们牧师常说 就是与其浴火攻心不如家 取回一秒 才23岁的盛雅 觉得自己的大好前程 就要埋没在带孩子的岁月中 让他萌生了负面想法 好像生了孩子 就会造成婚姻里面 会有多了很多的累赘 我非常期待 哇 终于有第一个孩子了 但没想到听到他要多 他就说 哇 我们每天都在吵架 两方就是争执不下的时候 他们就在我们教会附近的天桥 大打出手 当我们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心里面也知道 不是话语 就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心 因为我们知道 唯有神能够使他的心溶乱 我们就为他们祷告 然后我们也告诉他们 不要怕 你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做你喜欢的 但是神为你预备一个孩子 你可以透过这个孩子 还可以成就更多的梦想 牧者的陪伴 引导 这对年轻夫妻 不但走过了婚姻风暴 还拥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 圣牙也没有因为多了妈妈的身份 而中断梦想 她依然在镜头前面 绽放光彩 好几次我们都 吵到都不知道该怎么吵的时候 我们的辅导就说 来我们一起来祷告 一起转向神 牧师师母带领我们的关系 持续的突破 我们也常在婚礼上面 跟年轻人说 婚礼是一天啊 但是婚姻是一辈子 那没有真的预备好 也没有真的是 一拍即合 然后天照地设的 真的是要经过很多的磨合 需要经过很多的设计 所以其实我们就告诉他们 有些时候你们彼此 向神谦卑下来 那上帝就会为你们开一条路 可以通往美好 圣经上说亚当独居不好 along一个 所以神就造他一个配偶帮助他 一个人就容易孤身就跌倒 两个人暖背都好一点 对不对 而且有跌倒有人扶他 那虽然我们有时候 彼此之间会有点争吵 但是你一个人还不晓得跟谁吵呢 两根争吵可以建立品格吗 可以建立忍耐 可以建立包容 可以建立坚持经过这个过程 才会体会到神所说的 婚姻的好处跟益处 那我觉得这个实在是需要时间 但是需要时间的过程 真的很需要坚持 而那个坚持很需要有正确的观念 跟旁边的伙伴 上帝造一男一女设立婚姻 利益要透过家庭带下祝福 虽然年轻夫妻要经历许多的摩擦与挑战 但当路上有了成熟的神队友陪伴扶持 婚姻的难处也不是无法解的习题 以上是GOOTV新闻中心专题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